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们有个新的定义 就是你sayonana之前的15岁的以内 就是减掉15岁的以前 那就是新中年时间 全部是中年 感觉起来中年时间 如果说今天你100岁才sayonana再见的话 那你的新中年都还算吗 不过他们现在一般的average 像台湾大概80岁左右 你的新中年世代大概已经可以到70岁左右 所以 这个新中年到底是怎么个定义法 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个新中年世代 会这么长 对 我们来看看这期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 我们联系的是 邀请到的是商业周刊主笔 盛小益 哈喽小益你好 哈喽哈喽 两位大家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按照这个定义 你应该是少女时代吧 啊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来先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会有一个所谓的新中年世代 这样的名词出来 对 呃 新中年世代 这个名词会出来 其实是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活的太久了 嗯 那活的太久呢 如果 呃 大不旧的算法是把老年算得很长 可是其实呢 大家想想看 我们现在都活的都很不错嘛 嗯 其实没有说老到那个程度不能 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更能开发自己的潜能 到中年还能一直不停的开发自己的潜能 你看现在很多65岁男女都看起来很年轻啊 嗯 对 所以 所以要 现在65 的确是现在65岁的人看起来都非常的年轻嘛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实现在不管你是几岁的人 大家都不服老 对 所以说就是希望说 大家都想要年轻化 想要当回到我的少女时代 或我的少年时代 嗯 所以不管怎么样 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够就是抓住青春的尾巴 嗯 所以顺着这个趋势 不管是心理上或是心态上 呃 中年的这个时间就把它延长了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运用 对 对 但问题是你刚刚说心理上头大家的时间延长 但生理上呢 生理上面哈 这个讲起来就有点残忍了 就是说其实生理上面呢 它还是跟着正常的人的生理时间是一样 也就是说40岁以后哈 人的生理就会进入慢慢的衰衰老的状况 这个是无法改变的 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大脑却是持续在成熟 而且在中年的这个时间 我们大脑是人生一段 整个人生里面大脑最聪明最成熟的时间了 嗯 没错没错 再说我呢 嗯 是啊两位都是 现在正是 我不是 我现在是后青春期好吗 我现在是后青春期好吗 你不要 我是拉长我后青春期 对 只有我是只有我是 可是问题是 我不晓得 就说那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新的定义 那要怎么样去适应 就是自己本身要怎么去做改变呢 嗯 我觉得哦对 其实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 中年的时间是拉长 对 可是台湾的退休年纪 却是不停的在提早 嗯哼 我们退休年纪其实是57岁左右 其实亚洲最短的耶 我们比南韩 南韩退休的年纪平均是70岁 比我们 等于说我们比南韩少工作了13年 为什么 对啊 日本也是比我们长 对 对 就是这样好像好吗 就是说主要是这个财务商 有问题 对啊 可以多多享受生活啊 对我们也是这样想 没错 可是实际上 老实说啦 你就算给你环游世界好了 你环游个两年也OK了吧 嗯哼 环游个两年也OK了吧 然后 那你其实剩下来你还有更长十几年的生活要过 所以我们应该我们这个封面故事就是要呼吁大家哈 你更重要的是应该要及早规划 千万不要想说OK好 我工作的时间停止了 我就要开始休息就要开始玩 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想想看啊 你还有什么价值是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的 然后还有什么人生是可以好好运用 你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是没做到的 那这个时间是一个最好的时间 因为你有最聪明的大脑 那实际上你也有充裕的时间 你是可以当你自己主人的 嗯哼 因为常常会有这样的概念说 我既然到了某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钱也赚够了 我身心也准备好了 我就退休了 然后我就去玩 那刚刚小一讲了个重点说 一玩 然后呢 两年以后玩完 啊 玩腻了 然后你再回来 回来 回来哪里啊 对不对 回来东西 这个是个关系 所以可能你那个 你那个怎么讲 这个计划可能要稍微往后延一点 对不对 嗯 可能这样子会比较适合所谓的新中年时代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商周会做这样的题目 我们今天也来谈 因为其实如果这是一个趋势的话 对 那你对老年的准备 跟你对这个所谓的新中年 的准备 就不一样了 所以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或者说 嗯 这次商业周刊也采访了几个这个中年的这个具代表性的人物 是 他们怎么样去准备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 对 我们待会回来 继续请教 POP抢先报 12点16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台北六星广电台POP抢先报 我是郑诗诚 我是王永和 在线上接受访问的是商业周刊的主笔 善小易来谈这集商业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 翻滚吧 新中年时代 我们这个新中对 这个商业周刊的这个调查跟定义认为说 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年时间以往都认为说 啊到了这个五十九岁六十岁 就可以被叫叫做老年的阿伯 老阿伯 你讲这个话就不要看着我好不好 我还要好几年 你放心这个在新中年世代里头 要到七十岁以上才会被叫阿伯 对 所以中年的这个名词可以一直延长到这个六十九岁七十岁这个时候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对于这样的年龄的准备 是不是跟对面对老年生活的准备 应该会有所不同 而且看到你访问一些这个 是 这个受访者上头 特别提到 其实这个新中年世代如果拉长的话 人生可以过得更精彩 真的 这是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 其实这个人生过得更精彩 一定要提早准备 那我们通常都会想到的就是 钱要准备嘛 对啊 对 钱是一个大家都要准备的 这是基本的 还有一个是健康 健康也大家现在也越来越有意识 所以说健康也是一个变成一个基础的准备 那如果说我们要真的中年要能够搬滚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是存朋友 朋友一定要存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要存兴趣 真的要好好地去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第三个其实专家也有提到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颗好奇心 要对周围的事情随时都是一种开放的心 都很爱好学习这样子 这是基本啦 这是基本 你知道老年喔 其实人家专家研究过 其实最大的敌人 那个两个字叫寂寞 所以刚刚小一特别谈到要存朋友还是存兴趣 我看很多很多计程车司机其实很有钱 我也是做一个计程车司机 他说他那个刚把那个美国的房子卖了 我说卖了 那时候我还就是汇率错误 没有多少卖了一百多万美金 一百多万 我说那个台币几百万 他说莫三千多万 他过去他是做这个营造业 可是他为什么要开计程车 他他不想在家里 没事做 对不对 所以要培养兴趣 然后要有自己的一些行动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不能在外面这边 我说常常不能在那边天黑在那边等 日出在等日落 对不对 是啊 所以我觉得 可是问题是我不曉得想一小一 那针对这个新中年世代 我们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就你 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一个故事 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像这个老先生一样 68岁的一个美国人到巴西看奥运 然后人家让座 他就把他就把两只手吊着环 然后做那个体操动作 然后到了那个天花板 然后跟地板平行的 有没有体操 我说每个 如果是如果老年 然后让我让我让座 我这个动作做完我就再见了 这个就算不是地表最强老爸 至少也是这个公车上最强老爸 可是对啊 不是每个人就这么强啊 可是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要准备什么呢 不只能只有心态啊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我们采访了这些个案之后 我觉得第一个我想提到的是说 我觉得大家可能或许都要了解一下 怎么去运用我们的新科技啦 比如说对最基本的是LINE 可是呢很多周年我举个例子 好比说很多周年人相信大家可能也都收到过 早上的时候收到收到早安 然后下午的时候收到晚安之类的 长辈文就是收到很多 我有收到 对 那有一些就是说这种新科技 就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子就是会用新科技 就我因为我也是中年人 那我就觉得好像这种新科技我这样就是会用了 可是实际上他可能有更多更特殊的内涵 就如说我应该要把它弄成一个群组 可以跟别人一起变成一个交朋友的平台 或是热烈的积极参与别人的平台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新科技的学习 在现在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新中年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 对 所以或者是你看这一群70岁的新中年 大家组团出来抓宝格梦 哈哈哈哈哈哈 那也蓝酷的 对啊 你知道中年延长当然有好处 可是也会有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 嗯要要要担心的 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 真的 很多人中年真的会有那种危机感 那如果中年再拉长的话 他的危机感会不会 会不会更强了 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新中年危机 所以这里面 那个我们商业周刊就报导说 坏消息是忧郁时间变多了 哈哈哈 对不对 的确 对的确是 那个在西有一个学者 他们就做了欧洲27国的调查 就发觉其实在中年时期 就是40到50岁这个年纪 是服用抗忧郁药物 就百忧姐最多的一个年纪 嗯嗯嗯 对那其实不可避免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所谓的三明治世代 真的 那三明治就是我们上游老 然后下游小孩这样被卡在中间 那现在以台湾来讲 你的薪资也没有办法提高 真的 然后你要跳槽又可能会遇到职场的中年骑士的问题 嗯嗯 所以是不是就整个就被卡在中间 所以经济问题还是台湾中年危机最大的来源 可是很有趣的一点是 呃有一个呃比例很高的选项 大家最担心的竟然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跟怕跟不上科技的发展 嗯嗯 对对对 怕跟不上科技的发展 不管是职场上或是人际关系上面 好像都觉得如果我没办法跟上科技的发展 我就会很容易被这个时代淘汰的感觉 嗯嗯 嗯嗯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担心的就是跟子女的关系 嗯 嗯 嗯嗯 对对 前三大就是这三个很担心跟子女的关系 因为呃前几天也跟这些受访者聊到 或是其他周围的人 他们都很害怕 回到家小孩都理都不理你 就直接进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了 嗯嗯 然后你去跟他讲话 他也不知道跟你讲什么 那怎么办 真的 那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个我觉得就是好像 呃平常的时候 你问我怎么办 用何问我怎么办 我觉得 有人是跟我建议说 父母应该就要把面子跟身段放下来 嗯嗯 好好的跟小孩谈一谈 然后多知道小孩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情 等等的 是不是会比较有效 嗯嗯 这里头你们也访问了好几个 现在就是面临新中年世代的 这个 新中年的 的 对 我们来谈谈 你访问了这些人里头 你觉得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请你谈谈 你觉得 印象最深刻 你觉得 最能够帮助大家 去好好过 新中年的 这个朋友 是哪些的点 呃 夫妻如何一起度过 那可是我觉得 对一般人应该最有帮助的是 呃 我采访了一个网红叫李毅生 因为他就是典型的三明治世代的 嗯 呃 那就是 而且他又面临失业 也就是说 他家里 他的父母 得了癌症 他的兄弟得了癌症的时候 他有最大经济压力 因为他还失业了 那我觉得他 他给我最大的启发 以及我觉得给周围的人 呃 我最想分享的就是说 他即便是在最差的时候 他其实都有 他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 他有一个兴趣 然后同时呢 他也永远不会被面子的问题所获 他非常积极的跟周围的任何环境 有机会去连接 想办法去找到工作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是两个 我去呃 这个精神是我觉得很感动 很很佩服的啦 嗯 可是我自己我都没有把握 可以说 因为这个李医生 其实喜欢篮球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他现在也常常做球评啊 然后这个 他在报纸退休后 他回来当球评 嗯 嗯 但是事实上 在这个文章里头也提到说 他在45岁的时候 已经跑 体育跑了15年 对 对 再回过头去参加联合报 对 他又回来回到 对 回到喔 好像是连 后来去的连晚 嗯 对对他现在是去的连晚 对 那就是说他能够没有那个面子问题 跟一堆新的 新的 小毛头 对 对一起竞争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你医生我还蛮熟 所以我觉得 都是 我觉得就是要放下身段啦 你需要的时候就去吧 嗯 该找就找吧 对不对 对啊对啊 我觉得我们的新中年世代代代表 就是说 你当 你回到职场就是个新人 就把自己当新人 对不对 不要说 哎呀我本来这么大 我又怎么样 没有我跟你讲 现在就是 要适应你 可能的未来的年纪 然后你 要改变你的心态 嗯 对不对 真的真的 这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这期商业周刊说 其实台湾每两 两个半就2.5人里头 其实就有一个中年人了 那这个中年人 怎么样可以过得更好 这期商业周刊的这个封面故事 翻滚吧 新中年世代 真的 也许可以给大家一些思考的空间 对 好我们非常感谢上周的主笔 善小益 谢谢你 谢谢小益 谢谢大家